作詐欺言 Doc Bam Papa 可愛輝兄 他們都是誰 何時才能不停降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涌涌水就飘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热闹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都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西方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植物条无上了腰 科学不会睡懒觉 地球物语 宝贝啊 你这是在看什么呢 这么专心啊 啊 爸爸你回来了 我正在看地球呢 地球 宝贝怎么突然想起看地球了 那你看出什么来了没有啊 我看到了蓝蓝的天 青青的水 绿绿的树林 哇 感觉好美啊 我们家宝贝还真能想啊 宝贝啊 我今天给你讲讲地球的故事 好不好啊 好啊 那爸爸赶紧讲吧 那好 那我就开始了啊 我们生活的地球啊 是太阳系从内到外的第三颗行星 地球的年龄已经有45亿岁左右了 哇 真是好老了呀 一 二 宝贝 你不用再数了 这哪数得过来呀 地球是你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 它是如此的美丽 如此的浩瀚 但是你们人类却不懂得珍惜 你们正在剥夺它的生计 小书签 你没事吧 我没惹你啊 你干嘛说我们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跟惹没惹我是两回事 不信 你问你吧 宝贝啊 这个小书签说的算是正确 人类对于地球的破坏确实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现在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了 采取了很多补救的措施 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破坏地球啊 我不信 宝贝 你不信没有关系 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个最真实的地球 看就看 有什么了不起的 爸爸 我们走了啊 好啊 那你们注意安全啊 哇 真的好美啊 宝贝啊 包围地球的空气成为大气 像鱼类生活在水中一样 你们人类生活在地球大气的底部 并且一刻也离不开大气 大气为地球生命的繁衍 人类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它的状态和变化 时时处处影响到人类的活动与生存 这我知道 我们呼吸的氧气 就是大气组成部分基因 嗯 宝贝知道就好 氧气呢 和大气中的比重还不是最大的 它只占到了20.948% 氮气都是最多的 达到了78.084% 哦 知道了 小树枪 我看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么漂亮 宝贝 这是人类没有破坏之前的景象 下面才是真实的呈现 宝贝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人类在地球上的杰作 太可怕了 怎么会这样 大气污染物目前已知的约有一百多种 有自然因素和人类因素两种 主要呢 以人类因素为主 如工业废弃 生活燃煤 汽车尾气 核爆炸等 尤其是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所造成的污染最为严重 污染的主要过程呢 由污染源排放 大气传播 人与物受害 这三个环节所构成 小树枪 我不懂这些 可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 宝贝你看 污染物一进入大气 就会稀释扩散 风越大的 大气突然流越强 大气越不稳定 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就会越快 相反呢 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就慢 在后一种情况下 特别是在出现逆温层时 污染物往往可聚集到很高的浓度 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情形 啊 那怎么办啊 诶 对了 下雨会不会好一些 雨水会带走这些污染物啊 宝贝你说的倒是一种方法 降水呢 确实可以对大气起到净化的作用 但是 污染物随雨雪降落 大气污染会转变为水体污染和土污染污染 小树枪 那人类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那倒不是 你们人类啊 已经开始关注大气污染的问题了 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比如控制汽车尾气排量 净化工业废气等等等等 但是 大气污染的问题依然存在 还好 做了就比没做强 而且我认为我们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愿吧 宝贝 咱们继续走吧 下面就去看看河流 哦 那好吧 好臭啊 小树枪 这是怎么回事 宝贝啊 这是世界上被污染的众多河流中的一条 宝贝看见那个排污管道了吗 嗯 看见了 这是什么人干的呀 怎么可以这样 那些小鱼好可怜呀 当然是那些利益熏心的人干的 他们只考虑金钱 根本不在乎自己对于环境的破坏 宝贝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有河流就这样的枯竭 这是对生态平衡的践踏 小树枪 你别激动 人类不会对此放人不管的 哎 真是的 宝贝啊 河流一旦被污染 河流的流动性 就会使污染的影响范围不再限于污染的发生去 上游遭受污染呢 会很快影响到下游 甚至一段河流的污染 可以波及整个河道的生态环境 河水呢 是主要的饮用水源 污染物通过饮用可直接毒害人体 也可通过食物链和灌溉农田间接危及人身健康 小树枪 我明白了 河流和大气都是我们生命的保障 我们更应该来保护珍惜它们 宝贝能明白就好 水是生命之源 没有河流就没有水源 没有水源就没有生命 所以我们要节约用水 珍惜生命之源 中国呢 是地球上河流最多的国家 所以更应该注意河流防污问题 要成为世界保护河流的典范才好 嗯 小树枪 我回去就会跟同学们说的 我要做爱水小卫生 哈哈 哈哈 看来我说了这么半天 没有白说呀 我看还是把河流恢复原样吧 还是这样好啊 是啊 在书中河流可以恢复 可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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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树雀儿 咱们又来到森林了呀 啊 空气好清新啊 哇 这棵树真的好大 好高啊 宝贝 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森林 哦 森林是一个拥有高密度树木的区域 这些植物群落呢 覆盖在地球绝大面积的土地上 它们对二氧化碳下落 动物群落 水温湍流调节 和巩固土壤起的重要作用 是构成地球生物圈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森林呢 包括乔木林和竹林 森林是由树木为主体 所组成的地表生物群落 它具有丰富的物种 复杂的结构 多种多样的功能 这么一听 原来森林不光好看 作用还这么大呀 那可不是 人类的祖先最初就是生活在森林里的 它们靠采集野果 捕捉鸟兽为食 用树叶呀 兽皮做衣服 在树枝上架槽做屋 森林是人类的老家 人类是从这里起源和发展起来的 那我们都是森林的孩子了 也可以这么理解 直到今天 森林仍然为人类提供的生产和生活 所必须的各种资料 估计呀 世界上有三亿人是以森林为家 靠森林谋生的 呵呵 森林真好啊 真希望地球上它们的身影越来越多 唉 可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森林的作用 它们不仅不知道如何爱惜森林 相反的 却在无情地摧残它们 啊 又是这样子 真是气死我了 救我呀 谁来救救我 小树枪 你救救它们吗 对不起宝贝 我实在无能为力 小姑娘 你不要哭了 每天这里都有上百万棵大树被这样毁掉 我也只是在等待那一天的来临 不行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爸爸 爸爸 你在吗 出来 啊 来了 哟 宝贝 怎么哭了 爸爸 那些人在破坏森林 就没有人管它们吗 唉 宝贝啊 现在世界都在鄙视这种行为 阻止森林的消失 成为了人类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期啊 地球上二分之一以上的陆地都披着绿桩 森林总面积达到76亿公顷 无论在欧洲 美洲 还是亚洲 非洲 到处都能见到森林 可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毁林的情况日趋严重 至今啊 全球只存在四十多亿公顷森林了 而且正在以每分钟三十八公顷的速度在消失呢 啊 那万一有一天森林都消失了会怎么样 呃 如果没有森林 陆地上绝大多数的生物会灭绝 绝大多数的水会流入海洋 大气中氧气会减少 二氧化碳会增加 气温会显著升高 水旱灾害也会经常发生 那就是灾难了 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发生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印象中的大海不是这样的 应该有蓝蓝的海水 白白的波浪 飞翔的海鸥 可这些都不见了 是啊 这就是因为石油泄漏而被污染的大海 海洋环境啊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括海洋水体 海底和海面上空的大气 以及同海洋密切相关 并受到海洋影响的沿岸和河口区域 所以一旦海洋受到破坏 损失也是不可限量的 小树翔 我一直以为地球上每个地方都是没力的 但我好像错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地方遭受到了破坏 所以你们人类必须要行动起来 再这样下去地球将最终走向毁灭 大海上没有住人呢 那污染问题怎么也这么严重啊 海洋污染的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石油泄漏只是其中的一点 真正要追究根源 还是人们在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 没有考虑海洋环境的承受能力 低估了自然界的反作用 使海洋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小树翔 人们到底对海洋做了什么 人类对我们的破坏简直太多了 首先是向海洋排放污染物 其次是某些不合理的海岸工程建设 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 还把我们的伙伴动植物给抓走 哼 说起来我就生气 对不起 都是我们的错 道歉有什么用啊 还不如想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小树翔 宝贝 你不用担心她 她只是不希望再回到这片满是油污的大海 好吧 小树翔我们回去吧 我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不能再让地球受到这种伤害了 嗯 那咱们回去吧 小树翔 你不把这里恢复原样吗 有些事情我做了没用 人类去做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爸爸 我回来了 宝贝啊 还难受呢 是啊 这次一看才发现 地球远没有我想象中的美好 宝贝啊 光难受可不行啊 咱们得做出行动 既然错误已经发生了 咱们就得想办法纠正她 改正她 嗯 爸爸说的也是 可我回来之前就想该怎么做 可我也没想出什么具体的 宝贝啊 你要记住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是不足以拯救地球的 必须得发动大家的力量 共同去爱护我们生活的环境 对啊 爸爸果然好聪明啊 那我应该做什么呀 哈哈哈 刚才我也想了很多 现在的地球说它千疮百孔也不过分 这不 我再写环境倡议书呢 让大家都知道地球的现状 一起来挽救地球 爸爸你真棒 我好崇拜你啊 哎 人们需要弥补的东西啊 实在是太多了 哎 宝贝 以后你要少买那些贺卡啊 为什么呀 保护环境 跟我买贺卡有什么联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一棵树木可以做四千多张贺卡 每十万张贺卡呢 就要用去5.5立方米的木材 有权威人士做个分析啊 一棵生长十年的树 它的产养量是3.1万美元 它含养水源的价值呢 是3.7万美元 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呢 是6.2万美元 它体裂蛋白质的价值是0.2万美元 一棵树要是生长到五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它能为人类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是啊 可如果砍掉做了贺卡 其价值不过区区一万六千元 对 与它生长的价值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 啊 这么严重啊 那我以后不买了 要为环境出一份力 宝贝啊 土壤污染 我们同样需要时刻关注 嗯 土壤污染又是怎么回事啊 土壤污染主要是指土壤中某些有害物质 大大超出正常含量 土地无法消除这些有害物影响的现象 严重的土壤污染 可以导致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减退 甚至枯萎死亡 唉 看来不管什么污染 对于地球都是很大的 宝贝啊 只要是污染 不论大小都是不好的 继续说这个土壤污染啊 它的主要来源啊 是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废渣、废气 以及化肥和农药 生活污水和人畜粪便中 含有许多植物需要的养分 用污水灌田或使用粪肥 一般会使农作物增产 但这些废水、废物中的病原菌、病毒、寄生虫 以及虫卵等则进入农田 沉积于土壤中 则会造成土壤污染 宝贝 你还要记住4月22日 这个特殊的日子 为什么呀 这个日子怎么特殊了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啊 这是一项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活动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 关于环境保护的主题 它是人们对于爱护地球的 一种集体愿望 哈 原来还有这么个日子啊 真好 只要大家都能想到爱护地球 地球就一定能恢复原来的模样的 我希望你们人类可以坚持下去 不要半途而废啊 这个世界地球日是从1974年正式开始的 嗯 也很长时间了呀 以后每年的世界地球日我都要参与 宝贝 说定了啊 咱们以后一起参加 我也参加 你们不能把我落下呀 哎 对了 基于我的祖先的关系 我得多说一下森林的重要性 哈 你祖先 不要打断我的情绪 森林啊 你是大自然的装饰美画师 你是天然的储水池 啊 你是如此的让人迷恋 你就是那防风的长城 城市的废葬 你 嗯 小书乔儿讲得不错呀 我来最后总结一下 地球是宇宙的奇迹 生命的摇篮 人类共同的家园 它给人类提供生存的空间和资源 使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地球 保护地球吧 耶 哈哈 哈哈 医生要用 那塞尔苏斯是干什么的 行 行 塞尔苏斯 是不是应该念塞尔苏斯 导演 这是因你什么念我觉得都无所谓 你塞尔苏斯 塞尔苏斯都差不多 再说了才四个字 也是 那行 接着来 医生要用 那塞尔苏斯是干什么的 宝贝 别闹着了 快给塞尔苏斯送去呀 行 行 小官 你怎么又成塞尔苏斯了 导演 其实真的无所谓 只是跟自己的念法不同而已嘛 行吧 这是养尔苏斯 類似的 养尽尔苏斯 汇集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